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蓝猫说影集系列 今天我们来看越狱风云第16集的下半部咯 我们将继续看看各个人物在没被关之前 到底是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吧 咱们刺青男子汉出场了 刺青男子汉和秦迪一伙人聚在一起吹水 目光却离不开那漂亮的女友 秦迪却在一旁怂恿地说 你有钱带来去高级餐厅吗 刺青男子汉受刺激 竟然去一家早货店打抢 但本性善良 刺青男子汉并没有抢走所有的钱 只是抢走他所需要的钱 非常侥幸的 刺青男子汉没有被抓 后来还成功和女友搞上了 两人还甜蜜的嘞 两人好上了一段日子 刺青男子汉准备人生下一个阶段 向女友求婚 这个时候啊 秦迪又来怂恿了 说你这个穷小子有钱买戒指吗 刺青男子汉又受到刺激 于是又拿了一把枪 又来到上一回的招货店打抢 这一次却好巧不巧啊 一次我们就被警察给逮捕了 哎 警察的效率哪有那么好啊 原来啊这一切都是情敌安排的 家贼男房啊 不出所料 刺青男子汉就是典型的 一时糊涂干坏事的好人啦 另一方面啊 我们的黑男也出场咯 黑男竟然是一名军人 黑男为上司做了一点事 按照黑男和上司的约定 成功获得最安全的监狱守卫任务 黑男啊一向都是在前线工作 现在第一次做监狱守卫的工作 竟然亲眼目睹残忍的严刑毕宫 正义的黑男啊向上头报告这不人道的逼宫事情 上司把黑男招来说 你好正义啊 你会对这件事情追究到什么程度呢 黑男回答说啊 不惜一切代价 哎 万万没想到啊 上司竟然是这逼宫事件的主谋啊 于是便命令人家黑男扣押 说他愧入上司 欲加之罪啊何患无辞啊 黑男就这样被踢出军队了 黑男一生都在为国家服务 除了杀人什么的 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技能 加上自己是被国家开除军级的黑人啊 这真的是雪上加霜啊 就连最低长的超市工作也不愿意聘请他啊 黑男的兄弟就出坏主意了 说是自己可以介绍一份工作 就是从A驾货车去逼 就能赚到一笔钱 很显然啊 这就是一些非法的勾当啦 黑男本来就是非常不愿意的 但是被刑事所逼 家里还有妻女要养 便决定接下工作了 然而啊 很不幸的 第一次做坏事就要被抓了 干 黑男被扣押钱啊 回到家中和妻女道别 还撒谎说自己要被军队调到远方 没有一年半载是回不来了 啊 原来啊 黑男是这样被捕的 并向妻女撒下这善意的谎言 即使这么说来啊 黑男也是一名可怜的人啊 最后 当然少不了我们的踢包啦 我操 只见踢包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 竟然和一个妈妈级的女士搞上了 要打通妈妈的心啊 就得对儿女下手 开玩笑 踢包和儿女还建立起不错的感情类 后来这一次聚餐啊 妈妈级女士在电视新闻见到恶名抓撞的踢包 才得知她是个大坏蛋 接着 一转眼啊 妈妈是女子大义灭亲 踢包就被关了 从两人的对话中啊 踢包透露了心声 原来啊 踢包人生中的第一次 真的真心爱过妈妈级女士和她的儿女 踢包感觉自己被爱人背叛 心痛不已 就在这一刻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重生了 踢包还发誓说 有朝一日 自己若是逃了出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妈妈级女士和她的家人算账 好了就这样 所有的人物都一一介绍完毕 回到了主线 大家还记得上一集说到 副总统弟弟的牙齿鉴定 完全符合被埋的尸体吗 故事的最后啊 只见副总统和一名带着假牙的神秘人 一切已经安排就绪了 就等待男主角这段最高羊被判刑 这没人回头过来啊 他就是副总统的弟弟啊 果然没死 只是牺牲了自己的一副牙齿 我操 看了故事的背后啊 果然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啊 故事将如何发展下去呢 如果喜欢我们这个影集的话 就大大力分享出去 我们下一集见咯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